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听您开始就是从近期的美国的经济状态来预判一下现在的利息的市场 以及在今年2020年下半年的市场 好 请开始给我们说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最近这个宏观经济指数 现在第一季度的GDP是高的比较低的 下降了4.8% 这也就是结束了整个美国连续11年经济增长这个趋势 那现在我们看进入6月份 最近出来的数据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现在失业率已经是从4月份的14.7%降到13.3% 而且零售业的业绩也是增加了17.7% 这是单月增加最高的 所以股市也是扶摇直上 总体来说现在如果第二次疫情再不出现的很严重的话 我觉得美国的经济恢复还是按照正常的渠道能够比较快的结束 不一定是V-shaped的recovery 但是像这个Nike的这个check mark 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把握性比较大 好 张力 那另外一个数字呢 大家都非常注重的 就是5月份的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字 没有想到足周足周的已经开始reopen的情况 真的有报复性的购买的情况发生了 是的 因为这个零售业上涨了17.7% 这个指数是非常非常耀眼的 因为整个零售业占了美国经济总体的是70% 那5月零售业上涨了17.7% 这个数据是非常耀眼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零售业占了美国经济整体的70% 所以零售业如果能继续增加的话 那整个美国经济这个大弹就会往上走 那剩下的呢 这个政府投入呢 现在也增加 而且那个联储绝业把利率降到0到0.25% 还要把这个延续到差不多2020年 还有这个 2022年 2022年 对 还有就美国政府就是呢 将近3万亿美元 那这个钱对整个小的business self employed 还有W2的这些失业的人 再包括大的公司 小的公司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 邮轮公司 所有娱乐 这个餐饮业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对美国经济是个很大的一个 像打了一个强心计一样 OK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看到股市 美国的股市是连创新高 尤其是在6月份 不但是6月份一个月的结束 也是一个quarter 并且是上半年的结束 6月份呢 也是跟前面两个月一样 都是屡创新高 那这种惊人的 能够造成股市的上涨 也要归功于联储局 他们几乎把利息变成零的状态 V-shape的反转 可能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成定局的 那这个一切的一切呢 再加上10年公债的回收率 都还在0.653等等 这个10年公债回收率 好像现在跟房地产的房贷 是一样都是蛮低的 对 关于10年公债收益率呢 这个现在跟利率 没有直接的结合了 以前的话 只要这个下降 马上利率就跟着下降 因为是跟10年公债收益率成正比 现在呢 因为10年公债收益率降得非常低了 主要原因是FED把短期利率 降到0到0.25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美国现在货币政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 那如果到2022年 这个利率还能继续维持在这个level的话 那对于这个股市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support 还有就是现在FED开始买的 以前买是corporate bond 而且现在呢 开始买那个就是local government bond 包括corporate bond 以前是政府 但是现在可以过渡到city的 county的 还有corporate的 甚至有一些是比较risky的 bond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给市场一个非常大的信心 比如说利率保持低倍 而且那个购买力是非常强的 无论出现任何再有recession的可能性 FED又要用它所有的这个tool 去support 保证那个市场不会再跌下去 好张力 那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张力 他是清华本科毕业的 并且在美国的大公司 做finance方面的事情做过多年 现在在做房贷方面也做过十多年了 所以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厚 并且他可以用宏观的经济 来帮助您了解现在的经济情况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就来介绍 现在在市面上最好的program 都是在张力的公司的手中 让我们来听听 朋友们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马上就回来